肺部有癌 双腿先知 肺部出现四个现象 小心癌症到了中晚期 肺癌作为我国第一大癌症 发病率和死亡率中间上升 很多肺癌被查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因此要及早发现疾病的症状 事实上这个腿部提前给出了暗示 但大多数人忽略了它 以下四种情况如果经常发生 要及早关注自己的肺部健康 第一双腿水肿 我们都知道癌细胞复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复制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样患者容易出现低蛋白血症 当血中的蛋白质含量降低以后 水分就容易跑到组织间隙 继而引起的腿部水肿 第二关节疼痛 关节疼痛许多人单纯的认为 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但是当肺部发生病变的时候 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关节的疼痛 尤其是肘部 膝盖和脚踝 疼痛的程度不同 有时会有灼伤感 第三异常溶起 除了一些罹患卵组织恶性肿瘤 引起的包块 会让皮肤出现异常的溶起 骨肉瘤 肿块也会在皮肤表面出现质地坚硬的肿块 肿物生长迅速 有时可见表面的血管 瘀躯增生 静脉怒张 除此之外 顽骨瘤肺癌骨转一流 等也可以引起腿部出现异常的溶起 第四 双腿皮肤颜色不正常 肺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外界的氧气 变成我们能利用的氧气 当人得了肺癌之后 肺的功能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就可能会引起腿部缺氧 腿的颜色可能看起来就有点变苍白 另外 癌细胞也可以直接侵犯腿部的血管 当腿部的血管被侵犯时 就可以引起腿部供血不足 也可以引起腿部颜色的改变 腿部缺氧严重到一定程度时 腿就可能会显得发紫